螳螂捕蝉 小庄哥哥 你快看 树上有一只绿色的虫子呢 阿瑶 这是螳螂 这只螳螂在树上爬啊爬 是要干什么呢 我才大饿了 想找东西吃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跟螳螂有关哦 叫做螳螂捕蝉 庄舟由于凋零之凡 赌一意却自南方来者 一广七尺 木大运寸 赶舟之嗓 而急于立临 庄舟曰 此何鸟灾 一阴不适 木大不赌 简伤绝部 直淡而留之 赌一缠 方得美阴而望其身 螳螂直翼而驳之 简得而望其行 意却从而立之 简立而望其真 庄舟触然曰 一 物故相累 二泪相照也 捐淡而返走 鱼人竹而碎之 又一天呀 庄子跑到一片栗树林里玩 突然 他看到一只找得很奇怪的雀鸟 从南边飞了过来 这只雀鸟的翅膀很宽很宽 眼睛很大很大 好饿呀 好饿呀 这树林这么大 好吃的在哪里呀 哎哟 这只奇怪的雀鸟碰到了庄子的额头 然后就在树林里休息了 哎哟 这是什么鸟啊 哼 走路不会看路啊 你撞到我了 知不知道 下次再撞到我 就把你吃掉 哼 哎 好凶的鸟啊 翅膀大大的 却飞不远 眼睛大大的 却看不清东西 它要去干什么呀 是不是干坏事啊 不行 我得去看看 我就拿着弹弓在这里守着 它要是干坏事 嘿嘿 我就对它不客气 啦啦啦 啦啦啦 这里多舒服啊 一点太阳都晒不到 啊 我要好好的睡一觉 嘿嘿 看不见我 嗯 看不见我 啊 哼哼 长二睡得正香呢 我要悄悄地走过去 嘿 然后把它抓住 吃掉 嗯 肯定很好吃 哈哈 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哎 这只鸟傻乎乎的 就知道睡觉 根本不知道有只螳螂在不远的地方盯着它 要把它吃掉呢 哈哈 原来好吃的在这儿呢 看那只螳螂多肥呀 味道一定很不错 啊 好吃的 我来了 哈哈 傻鸟 还想着吃别人呢 看我怎么收拾你 收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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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明白了 原来世界上的万物是这样一环牵着一环的 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我们都只顾看着眼前的利益 却不知道 看看周围有没有可怕的危险在等着自己 啊 好可怕呀 我 我得走了 啊 这个人鬼头鬼脑的在干什么呢 嗯 我得去看看 喂 你给我站住啊 啊 你是谁呀 你要干什么 我是守护这片利林的守员人 你慌慌张张的 干什么呢 你是不是想偷什么东西啊 庄子真倒霉 被守员人给骂了一顿 庄子只顾着看螳螂捕蝉 忘记守员人也在看着他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能只看到眼前的利益 而看不到这其中的危险 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得远一些 多想一些 做一个有远见的人